哈嘍各位兄弟們大家好 歡迎來到我的頻道我是老頭 今天繼續我們的寵物模擬器啊 啊歡迎各位再度回來啊 今天這一集呢啊老頭要來介紹一下 這一周改版的內容哦 哎每個禮拜一呢 基本上都會是寵物模擬器的 更新的那個 影片哦 哎這個各位應該都知道吧我就不多說了 好吧那麼廢話不是說我們稍微來講這個 新的世界啊 哎我們這個寵物模擬器呢 終於更新新的世界哦 哎我只能說一句話這個世界我只能說一句話 就是太坑爹了我必須說這個新的世界 他的硬幣呢獲取實在是太難太難了 啊更何況我又是在HC哦更難 哎我之前在這個HC呢 所囤的卡通代幣呢 卡通硬幣呢一T多 啊不到半小時 啊沒有啦沒有那麼嚴重啊大概不到一小時吧全部抽光光 就為了抽大蟲全部抽光 然後呢一隻大蟲都沒有 哎不過呢這個新世界的戰力還算蠻強的哦 哎可以屌打我們之前上一周更新事業潮活動的 啊神秘閃光暗物質獨角獸哦那一隻103Q哦 哎我們現在這個新世界的這個 啊紙杯蛋糕的獨角獸啊 他的暗物質呢 隨隨便便都可以到50.4Q 啊如果閃光上去的話我印象中是123Q的樣子吧 馬上屌打了 哎我覺得這樣更新不太好了因為這樣人家辛辛苦苦所弄到的 那個神秘獨角獸就這樣直接 報廢了不過也不是說完全 報廢了因為畢竟 這個也不好抽 啊新世界的這些寵物真的都不好 蠻難搞的就是了 好啦那講了這些我們先來說一下 怎麼去哦 要過去其實非常的簡單哦 我們只要延續之前卡通世界的那個路線就可以到了就來到這個 林寶嗎啊林寶 怎麼感覺好像在罵人 啊到了林寶之後呢 一看就知道了嗎那是這裡啊卡通世界一馬 啊這個是 卡哇伊世界哦都忘記講這什麼世界的這叫卡哇伊世界 可愛世界啦各位 啊那你就直接就做這個砲台你就可以直接進來了哦 那進來了之後呢 這邊會有三個轉蛋池哦 那這個大家應該都會是直接先解鎖前面的三巷門嘛對不對 啊三巷門解完了之後呢就開始轉蛋嘛那我直接略過前面兩個啊因為這都不是重點啊 這兩個都不是重點啊 因為真正的重點是後面這兩個啊 各位看見這兩隻大蟲了沒有 唯獨這一隻 最後一隻這個吐司狗狗 這是狗吧吐司狗大蟲 他只有困難模式可以抽 你去一般模式呢你只能看到你只會看到這一個 不會看到這一個 啊你就知道這現在是有多難搞了吧 然後呢 啊 128m 然後呢我的轉蛋是8抽嘛對不對 128m8抽大概會消耗掉你一筆 啊所以說剛老頭講說老頭一TB左右 啊一T左右 直接 蒸發光是怎麼回事就是這樣來的 啊我這樣只能6抽你知道嗎 啊我現在6抽哦 啊6抽抽完我的6B就不見了哦 哎我已經被我被這個 轉蛋池給炸乾了你知道嗎 直接炸乾啊 啊 還是說這6抽會中大蟲 啊剩下最後兩抽了 這是我最後的博文了 來吧 啊連最後一抽都沒有先哭了 好不好 哈哈哈 哈哈 啊然後這就是卡哇伊世界啦給各位看一下啦 啊真的是有夠難搞而且很硬 真的是很硬 HC真的是超硬核的 啊超級硬核 你的這個攻擊力跟戰力不夠來這邊你代幣根本就不用拿了 拿的超級稀少而且你一定要附魔卡通代幣 你沒有附魔你在這邊你基本上抽不到蛋啊 可以啦大概抽一下就沒了 超級快 大概抽一下就沒了就是了 然後呢我這邊稍微講一下 就是呢他還有一些小小的更新喔 這些小小的更新呢就是現在抽到大蟲呢 啊或者是交易完畢之後呢 這些大蟲啊或是泰坦喔 啊都會直接上鎖 他會自動幫你上個鎖頭 啊這個用意我覺得算是蠻貼心的啦 就是避免你可能直接把它刪掉或者是 合掉不可能合掉 可能就是避免刪掉 啊但是呢你刪除大蟲或是刪除太坦他都會 二次確認喔 哎如果這二次確認你還能刪除掉的話那真的是太猛了 不過我覺得有多這個鎖頭機制算是不錯啦 反正就自動上鎖 你要轉移或幹嘛啊你就直接解除就好啦喔這是一個小小的更新內容喔 還有就是呢現在我們的物品欄喔可以有那個搜索關鍵字喔 不再是只輸入名字搜索的 假設今天我要搜尋 金色的 啊這個高等嘛對不對 對不對我只要打GOLDEN 有沒有 我只要打這個全部都出現了 方便你搜索 喔然後我後來發現呢他不只這樣喔他這個 附魔也可以搜索比如說我要輸入 Super Super Team Walker 啊就是這個超級團隊 SUPER對不對 好現在這邊所有超級團隊的附魔全部都幫你過濾了 啊我是覺得超級方便 因為這樣子一來呢 他就可以讓你就是很輕鬆的 啊找到你要的寵物 不用在那邊大海撈針 有些人的包包少說都會放了五六百隻像我現在 就是這個樣子有沒有 然後你要找你要的寵物你還有一個一個指 一個一個指 直到你都快哭出來了這樣子 所以說這個搜索這個更新呢我個人是覺得非常的受用 拜託做那個官方可不可以把這個硬幣稍微改一下 這個抽一次要一逼啊這給誰玩啊 不過這個在市場裡面呢這隻吐司狗 一隻可以賣到350筆喔 一般的就350筆了 啊就因為太難抽了啦 所以要價就會變成非常的貴啊 然後這個忘記是多少這個是350 啊如果是彩虹的話據說可以直接換一隻泰坦沒有啦 我亂講的 哈哈哈哈 可能就可以賣個一梯吧 我猜啦 可能有一梯這個價值 啊彩虹又閃光的話 可能就可以直接換一隻 比較爛的泰坦 說不定啊 啊我是這麼覺得啦 我看一下還有什麼啊對 再來就是呢 我們有大貓呢被刪除了 哪邊的大貓被刪除呢 帶各位看一下 各位應該知道那個氣球貓吧 啊我們的氣球貓被刪除了啊 哎然後呢我還是進不去超好笑的 我想給你們看的 我的困難模式還沒有解啊 啊就是氣球貓呢紅色的被刪除了 有一個綠色的還在啊我不知道這個用意是為何啊 哎我不曉得他為什麼只刪紅色氣球 到底是為什麼 這個我也不曉得 如果我是作者我為什麼要只刪除紅色氣球呢 還是因為 討厭紅色 或許吧 好啦反正我也不知道反正他就是把紅色氣球給刪掉了 好像大概就這個樣子了呢 這次的更新內容 啊還講蠻快的一下就講完了 哦對還有一個更新呢就是現在交易所呢 可以直接在裡面 直接切換 一般跟普洛的交易所了 哎你不必再出去然後再切換了 我覺得這個也算是蠻方便的啦 哎就是有時候你要去 普通交易所你必須還要走出那扇門 走出去之後呢 你才可以 進你要的普洛交易所 現在不用了直接在交易所按下你的這個傳送 吼 哎你這兩邊都可以做切換這樣子 啊你只要按下去他就跳這畫面 就可以切換這兩邊 但是這兩邊會不會是同一個區域 我就不曉得了 這個各位自己去驗證吧 啊反正就是一個 增加便捷便捷的一個功能啊 好不好 好啦大概這就是我覺得 啊不錯的更新內容跟各位講 那還有一些細部的bug修正那些我就不多說了 各位可以直接前往那個官網自行去查看 接下來呢 啊 各位所期待的抽獎環節 啊 非常遺憾各位 我連續兩部影片呢 都說了 喜歡按上一千以上我才要抽出去 結果呢通通沒有達標 啊最慘的是呢 啊要抽這個什麼幸運大貓的這一部啊 啊我幸運大貓我已經抽了六隻還七隻了吧 哎有幾隻送人了 啊 我已經抽了這樣那麼多了 還送不出去 啊我是指觀眾抽獎還送不出去啊 啊因為呢那一部影片呢只有850站的樣子吧 然後呢 上一部的寵物模擬器我是說要 抽這個 暗物直龍源嗎 64Q的嗎兩位嗎 啊到現在來到了950站啊各位再給力一點多個50我就可以抽了好嗎 啊太多 太多那種不仔細看影片就想白嫖 好啊那這樣沒有達標我只好放著啦是吧 啊認真看影片老頭才會 認真的送啊啊我真想認真的把這個寵物送出去啊你們又不給力我有什麼辦法勒 對不對啊一定會有人說老頭這麼麻煩抽個獎還要這麼多規定啊那你去找那些 啊不需要規定的找他們抽啊對不對不用找我嘛是不是 哎呀我的規定就是這樣啊啊如果你不喜歡那不要抽 啊白嫖還要嫌這樣子不太好吧是不是 話是這麼說但是呢我們今天這部影片的老頭也是要拿來抽獎 但是呢規則稍微有點改了 就是呢本來的1000個喜歡我改成800好不好這樣子反而對你們更容易達標吧 對啊不然真的太多不仔細看影片然後就馬上留言的連連站都不按的 啊這樣子 真的是沒辦法把東西送出去啊 然後呢在外加一個 問題 好不好老頭呢這邊說一個問題 你們回答我在影片下方留言 留下你的ID並且回答我的問題 啊 然後呢老頭在抽獎的時候會輸入關鍵字 啊如果有抽到你的話 然後你又答錯我抱歉你就沒有了要重抽 就是這麼簡單 好不好 那這個問題呢 基本上只有老觀眾知道 那這個問題就是呢 每當別人問我 我幾歲的時候呢 我都會回答多少稅 只要在影片下方留言 叉叉稅 即可 並且留下你的ID 啊 這個遊戲ID不要打錯 然後訂閱 小鈴鐺 按下喜歡超過800 老頭就抽什麼呢 老頭就把我珍藏 好不容易弄出來的這兩 啊 廚師猴子 30Q喔 這個是可以附魔的喔 30Q目前可附魔的最強寵喔 兩隻 抽出去給各位 你以為這樣就沒了嗎 外加 三隻老頭辛辛苦苦抽出來的紙杯蛋糕 獨角獸 50Q 三隻 各抽給三位 所以說總共是五隻 好不好 老頭這麼阿薩里的這樣給他下去了 啊 800 然後呢 回答我的問題 輸入你的ID 這樣子不為過吧 是吧 好不好 那 這就是我們今天的抽獎了 然後呢 記得給我按下訂閱 按下半個 Unterstützung 全獲得 嗯 咻 吃